温差发电 地表几乎所有的能量都来自太阳 太阳的辐射 绝大部分都以热能的形式 储存在表层温暖的海水中 这充满了生机与能量的海水 栖息了大部分的海洋生物 但在200公尺以下 就是完全的漆黑 那里的温度只有9度 这段温度的落差 充满了发电的潜力 台湾 是世界上温差条件 最好的国家之一 低纬度 加上黑潮的温暖海水流津 让海水温差 一年四季都高达20度 那我们该怎么利用呢 海洋温差发电 主要是利用表层海水 跟深层海水的温度差异 透过热交换器使工作流体 预热膨胀气化 推动涡轮机发电后 再利用冷的深层海水 将它冷凝成液体 透过这个持续的 不断的循环作用 让这个发电机能够持续发电 台湾未遇亚热带 那表层海水的温度 可以到达26度C 那在台湾东部 水深到达1000公尺的海水 温度长年维持在4度C左右 我们可以利用 两者温度的差异 到达22度C的这个潜能 来开发台湾的温差发电 在巨大的循环管线中 我们让低沸点的液体 流过表层20多度的温暖海水 这些容易蒸发的液体 受热成为了蒸汽 就像是煮滚的开水 会将湖盖顶开一样 这些沸腾的蒸汽 充满了力量 推动涡轮发电机的叶片 产生电力 而发电完的蒸汽 在经由管线导入深处 接触到冰冷的海水时 蒸汽凝结成为液体 再将它回到表层 再次蒸发 就这样循环发电的方式 称为封闭式温差发电 由于不论是表层海水 或者深层海水 我们都可以利用抽水把达 远远不断地抽取 供给到系统中 进行不间断的发电 所以它具有可以稳定电力输出的特色 是目前所有再生能源中 比较可以当成为基载的一种电力 那另外 当然它的缺点是 抽水管大型化 不容易的这个问题 有待克服 那么未来 要是能够突破的话 那就能够大量地开发 整个温差发电 回想大海 最具破坏性的 就是波浪 但是如今 这股能量 将成为我们电力的来源 波浪发电 波浪发电 要能够截取高的波浪 才会有经济效益 台湾虽然常有台风产生 那到底能不能开发波浪发电 这个问题 常常有人在询问 以英国为例 在高波浪区 它们虽然没有台风 但是它常有 8公尺以上 颇高发生 假使 能够透过 设计一个安全的毛固系统 那英国 可以开发波浪发电 那同样的台湾 也会有机会开发波浪发电 利用这个波浪来发电 颠覆了人们 对于能源的想象 Pelamis 又叫大海蛇 是目前最成功的波浪发电 是目前最成功的波浪发电形式 英国 已经正式地作为商业发电了 它由链接的钢制浮筒构成 外形 类似一列载客的火车 随着波浪上下震动的浮筒 又像是在海上翻腾的海蛇 这个原理属于变动式基点的波浪发电原理 它主要是利用两个长条圆柱状的浮筒 在波浪运动过程中 随着波浪做上下运动 带动两者之间的一个浮筒内的发电机来发电 那在前后受测向力不一致的时候 它也会进行左右摇摆的运动 那这时也同样可以带动浮筒中里面的发电系统来进行发电 链接处自有发电机组 当波浪穿越牵动了连接点 带动油压棒 驱动内部的发电机 一组能够发出750千瓦的电力 驱动内部的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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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驱动内部的发电机